去年4月,印度庞之谷省72岁妇人Daljinder Poore生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成功升格当妈妈,现在孩子刚刚11个月大,她与80岁的丈夫却感觉力不从心 非常担忧,Daljinder与丈夫结婚4-6年,一直没有生下孩子,在医生的帮助下 他们是过多次体外受精,去年终于成功,孩子出生时非常健康,但体重只有3.2斤 现在仍旧很瘦,Daljinder想让医生开点药,让孩子增重,不过医生建议让孩子自然生长 去年生完小孩后,Daljinder一直饱受高血压等疾病的困扰 孩子三个月大时,他就停止给他喂母乳,因为他奶水不足,身体状况不太好 Daljinder表示,这么大年龄生孩子,让他付出了身体健康的代价 不过他并不后悔,生产完毕后,他一直受高血压困扰 还很容易累,去医院检查,医生只是给他开一点药,建议他营养膳食 他为儿子担心,因为生病期间没法好好照顾孩子 有时孩子趴在他的手臂和膝盖上玩耍,他都觉得体力不支 Daljinder接受采访时无奈表示,我感觉很容易累 每次只有当孩子睡着时才能休息一下,因为年龄大,我与丈夫都经常生病 但我们还得照顾孩子,Daljinder的儿子非常可爱,很喜欢笑 虽然他与丈夫很累,但也觉得很快乐 下个月孩子满一周岁,他打算带孩子去寺庙祈福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,生产本来就是对母亲身体和精神的考验 Daljinder,72岁生下儿子,身体一定会有变化 希望他与丈夫能够渐渐康康 看着孩子长大成人,一直生活幸福 感谢观看